各位早晨,繼續回到我們要塞財經台 繼續是我們的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就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我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的市務總監郭Sir 郭Sir早晨 恆生指數方面,最新升185點 去到21,281點 成交額方面有160億 而國企指數最新升63點 到11,144點 其指數方面升213點 去到21,154點 暫時低水127點 成交量方面過了25,000多張 郭Sir,今天是5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港股來說,也算有個好的開始 今天高開151點 其後開始之後,升幅持續 看4月份的形態都是先低而後高 5月份的形態是否可以先低而後高 上網空間是否可以去到22,000點 的確有這個機會 有一個因素 我總和大家談談 就是隨靜的因素 包括長和、中移動、恆生等等 都是5月中到月底隨息 中資銀行股更加不用說 是初巡到6月中 即是大部份的資金一直等便宜買貨 等到最後市場不下跌 如果有些股份接近隨息錢 通常來說是會有些錢去追下去 我們叫做炒除淨 或者是希望財息兼收買盤 事實上如果市場一直很暢旺 一直走上去的話 那錢一早已經入市了 到時當然是 保持好位來回套 但大家都知道 過去一段時期 市場一直很淡靜 大家拿著錢 希望等便宜買 當然是等不到 結果後怎樣 市場高點 走上來 仍然是兩手空空在等 其實有不少 我放在那裡和大家聊一聊 技術上來說 由於指數 今天是第二天 站在50天線樓上 4月份曾經在早兩個星期 有兩天收在50天線樓上 不過技術上的突破 沒有成交金額支持 所以暫時來說 只能定性為大市斷定了 好了 到這一陣 回到50天線樓上 計星期一和今天 又連續兩天 成交金額能否配合 就成為關鍵了 但始終都是月初 所以就算你成交金額 不是那麼配合 其實市場 都有機會 輕輕走回一陣 上去高一點 也不頂 值得一提 就是由2035點開始的上升 漸漸形成了短期的上升軌 大家看到嗎 這條上升軌 一直拉上來 如果稍後的指數 能夠進一步向上推 或者升破了2月20日的高位 21,760點 代表什麼 第一 由16,770的中期升浪 將會處於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再向上走 第二 就是這一陣的中期調整 由21,760 跌到2035點 經過1725點的調整 已經告一段落 而由這一刻開始 大市就慢慢慢慢發展成為 一個小型的升浪 如果突破了21,760 將會進一步向上推 任何一天 當指數能夠成功突破21,760點 再向上目標 將會是去年8月1日的高位 22,808點 當然 成交金額能否配合 就比較關鍵 如果大家看過去一段時間的成交金額 其實一直都是低迷 相對 早前來說 成交金額平均也有六百多億 近期來說 尤其四月份的成交金額 一直只有四百多五百億 這個成交金額 是配合不到大市的上升 但是始終來說 貨源還是比較歸邊 尤其是近期有個現象 就是民企的風暴 越演越越烈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跡象告一段落 即是說機構性投資者 如果他們是要買港股 或者要看好內地的經濟發展 而買相關的股份的話 很大程度上 他這一分鐘未必會選民企 他會選大型的國企 或者一些內銀股 反正你也是看好中國經濟發展 就先買一些大隻的先 直到氣候慢慢慢慢改變了 然後才把部分的資金 放回一些潛力比較好 還有財政比較健全的一些民企 但是這一分鐘 暫時來說 我相信 對民企的看法 他們會很保守的 要講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錢入市的話 他不買民企 又不買一些細型的公司 買什麼呢? 當然是買內銀股 當然是買一些大型的國企 就是說 在未來這個升浪 大型的國企 內銀 和主要的南籌股 包括恒指盛運股 將會成為升市的領航股 這點大家要留意 好 如果看得到市場這麼好 其實歐債那方面 仍然都不少問題 都會纏繞著港股 好像說到 歐諸國方面 在五月份 很多的期債都會到期 還債 涉及的資金有三百八十幾億的歐元 那怎樣算好呢? 是否這些 還會擔心投資者的情緒呢? 其實 歐債的問題是沒完沒了的 如果你問我一百次 我答案都只是一個 許不欣銀子 根本上解決不了問題 但是 無論怎樣都好 歐債相關的問題 延點大市的一個跌浪 在去年八月、九月 是發揮得想來盡致的 八月份指數跌了三千九百四十點 九月份更加跌了三千九百七十六點 其實在這個跌潮當中 就是因為擔心歐債明日會爆 後日會爆 所以機構性投資者 面對龐大的贖回 大家都慌忙去減持手上的股份 就是因為這樣 出下出下沽大了 很多基金手上拿著現金的比例 是特別偏高的 大家都知道 你拿著現金比例偏高 你的基金就沒得增長 如果市道一路下跌 當然問題不大 但是市道不是下跌 美股錯了新高 A股也是咬著上 挑戰二千四百七十八點 甚至乎歐洲股市本身來說 都是整股高的水平 始終已經擺脫了逐沉底的格局 當然知道 歐債的問題 對股市一定有一個心理上的影響 而實際上 相關的問題 暫時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案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一股避險的情緒 比較不安的情緒 在最壞的點已經過了 五月份 到最後 歐債相關的問題 暫時會困擾一部份的資金 但是 有一部份 對這個問題 看得不太重的資金 可能已經先行偷步入市 即是貨物 又再一陣陣的流入強者手 大家不要忘記 美國可能再推行QE3 就算不是這樣 環球在流動中的資金 是天文數字 事實上 不少資金 慢慢覺得 歐債的問題 是沒有那麼快解決 但是不至於拖垮環球的經濟 變成這部份的資金 是會由美債那邊走出來 一走出來的話 事必然流入商品和環球的股市 所以解釋得到 為什麼呢 歐債危機仍然是肆虐 但是環球股市 好像慢慢走出最壞那一刻 聽完郭Sir說 都定定 我可以考慮入市 謝謝郭Sir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會開始接聽 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任何問題 隨時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